Good morning 我們今天要check out了 然後我們都說完了 說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想要來 總結一下這一次住S Hotel的感想 對,寶貝? 對,寶貝 好,那我們就給一個room tour 我們這四天就是一直都在這個空間 沒有離開過 我媽還叫我媽 我還叫我媽帶了油膏 可是一次都沒有運動 然後一人就一直睡 然後睡起來就吃 然後吃完再睡 原本只給我們一人一個人的枕頭 我也不OK 我們沒有很多枕頭 所以我沒有被他要兩顆 然後服務 Service我覺得很好 他有說要餐點 然後我們要的備品 他們都很即時的送來 然後我們溝通也很流暢 所以我媽在溝通 check in check out process也好 然後餐點嗎 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room tour 對,所以操也蠻舒服的 You like the bed I like the bed I like the bed Yeah, that's fine 然後這邊有一張工作桌 然後進來的時候 會有送給money 我們的money都已經太好了 你每天就是可以選說你要吃哪一個 哪一種午餐 有A或S A或S 所以就是在line上面跟他講你要選哪一個 但早餐到晚餐就不用去 然後我們是從禮拜一住到今天禮拜 禮拜一晚上到住到今天禮拜五 我覺得老師講最好吃的 What's your favorite? What's your favorite? M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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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favorite 好吧 可能就是餃子 然後餃子 對,我喜歡餃子 我覺得他昨天早上的那個鮑魚粥很好吃 但是從你不喜歡 吃一吃 所以那個 餃子是餃子 對 還有那個 dim sum 還有那個饅頭 還有那個饅頭 還可以 第一天的饅頭肉太誇張 我是早餐 唯一只有禮拜三的那個米漢堡 那天我吃的很少 對,那天只吃了晚餐 因為那米漢堡是濕的很soggy 都快變粥漢堡了 Oh no 沒有這個Conji Hamburger 但其他的還可以接受 可是我覺得 沒有到我心目中的標準 因為我上次去年九月的時候回台灣是住 另外一家 A-Loft 那家一個晚上才三千六 這邊一個人一個晚上六千一 所以貴了快一倍 所以我當初在網站上面看到他們 有個Menu就是 有豆腐 然後有牛排 然後我就覺得 超你難得啦 跟著鬼嗎 超你難得啦 我想要吃好一點 所以我們就很價錢訂了這一間 殊不知 我覺得他的餐還不如A-Loft A-Loft每一餐都讓我覺得很驚豔 這邊櫃應該是櫃 但他的空間真的很大 就是我上次住A-Loft 之後 那個床 到窗戶就這樣 就沒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桌子 就這樣靠窗 然後我都在這邊坐 這邊有這麼大一塊空地 真的是很大的 然後他這邊 有一個 Buy 好小的 然後這邊有個冰箱 然後他每天呢 你可以請他送 這個很可愛 好啦可能也跪在這裡 可以跟他要零食 每天可以任選兩項 鳳梨酥還蠻好吃的 我最喜歡他們的鳳梨酥 嗯 然後還有很多餅乾 還不錯 然後喔 現在要進入到 重點了 我覺得他們的服務很好 然後流程都很棒 然後給的備品 也都quality蠻好的 可是 有很多 裝潢設計上 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For example 我覺得你是要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人 你才可以住S Hotel 因為他 到處都是鏡子 所以可以進來的時候 他是呈現這樣一個狀態 所以我想說 這是怎麼會回事 然後走進來才發現 左邊是淋浴間 然後右邊是廁所 馬桶 然後他的淋浴間 是蠻漂亮的啦 都是marble 也有給還不錯的那些洗髮精啊 都蠻好聞的 可是 住了兩天才發現 就是 你在裡面洗澡 只要超過 五分鐘好了 十分鐘你就會開始呼吸困難 因為他是整個密閉式的 然後他的抽風機沒有很強 所以你就會在裡面 對自己的熱情 熱到勇氣 然後Toni有發現 這麼多mirror的好處 就是 如果我用到廁所 然後 你可以看這個 你其實可以看電視 所以你可以看電視 是不是很方便 就你看電視 看到一半想上廁所 都不用按pause 你就直接進來 然後繼續開 把這個關起來 它就是一個四六環繞的鏡子 這些都蠻 蠻有趣的啦 不會說是缺點 但是我覺得 這邊設計最大的缺點 就是 這個洗手台 在看之下 它很漂亮 可是 用了之後 才會發現它根本就非常的不使用 因為它是完全平的 所以像 Toni那天刮鬍子 他鬍子刮完之後 他整個 鬍子 他就散落在這邊 然後要用手去剝它 才會 可以把它剝下去 所以就很髒啦 你看它 邊邊其實都已經 很容易有夠 我覺得打掃的 員工很可憐 那一瓶快要不訂閱 然後菜刮布啦 洗碗巾 有洗衣巾 還有那個 蚌襯 喔說到蚌襯 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 風力打開心理箱 發現我逼他幫我帶的 玻璃的蚌襯 那個碎在他的心理箱裡面 所以我們就 跟那個 賢台說 然後 他反而不確定他們能不能進來 所以他們後來是 穿了全身的防護衣機 來幫我們 吸地 把他的心理箱裡面的玻璃啊 然後包包啊 地台上全部都洗乾淨 所以 服務這個很好 窗臉的部分也是蠻高質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按它就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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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的窗簾也是 變動 按一下之後 它就直接 挖起來 這邊 你看一下 然後整個房間的燈 是在這邊 好 可以 show us ok so this one turns everything on 每一種按鈕是一個setting 每一種按鈕是一個setting 所以 你不能個別選擇說你要開床頭燈 或是你要開 天花板的大燈 你就是只能選 那三種setting What 嗯 然後我很喜歡他這個 對 看書的 這很可愛 然後這邊有一個 衣櫥 這邊有一個衣櫥 然後整個 挖起來 廁所就被藏起來了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buck 就是我每次晚上走路 我走到這邊就會 有一個很大的聲響 然後我那天就 想說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 把它掀開來 紀錄有一個超大的裂痕 Oh no 他整個大理石裂掉了 可是沒有去 沒有修 他們乾脆就放一盞 所以 也是蠻令人傻眼的 不過還好 不影響 不影響 我們的stay 可是踩到的時候會有點大聲 所以以上 S Hotel 覺得 服務100分 餐點嗎 餐點50分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60分及格 我覺得及格 沒有到 很可怕 可是有點讓我小失望 然後 設備跟 設備 有一點 就是 有一點重看不重用的感覺 很漂亮 可是 很乾淨 很往美風的 不太實用 就大概 如果 這個價格的話 我會領願 老師說去做一包很好吃的 吃他們更好吃的菜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 S Hotel Review 我們今天要回家啦 掰掰 掰掰 你給人家 做一包好 你不想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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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嗎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 滑 有一點 你有消費時間 是嗎 還是 你看 你不想吃 就不能吃